中华武术起源于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 上传来自道家思想与修炼文化有关 武术强调道德修养 制止暴力 因此武字又有止歌的说法 而传统武术不仅仅是技法的展现 也同时包含了艺术内涵 中华传统武术的精神 包含道德修养 艺术欣赏 强生和防卫等 武术也是中华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的传统武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它就是中国古典武 中国古典武它的基本功 它的功夫都和传统武术都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中国传统武术有些东西就是从古典武力都产生的 所以说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也是神传文化 在中国历史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 不论是三国演绎还是水浒传 武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通过神韵看到中国古典武力那部分 你比如武松打虎啊 你比如那个岳飞啊等等的 这些都有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 古代对于武术呢 从最古的时候 它不在战场上的时候 也用这个武术的动作来做一种消遣 它也可以拿刀拿剑来跳个舞 有时候是鱼鱼宾客 也有的时候自己月白风轻 五个剑自己觉得很享受 传统中华武术讲究武德在各门派当中 以修身养性为习武的基本态度和精神准则 传统武德它就是要止恶养善 要呵护善良 要见善不欺见恶不惧 在心性上来说 因为武术它不容易做 它要求那个精准度非常的高 一个人在练武术就好像在修行一样 就不断地要修跟行 行跟修 修就是修正 行是去实行 近年中国武术流于杂耍表演的危机 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出现所谓的新武术 不仅失去原有精神内涵 更冲击传统武术 那么我们看了这些 我们在看的新武术 就感觉它似不像 它有些打击 有些艺术体操 有些体操 甚至加上什么芭蕾舞 或戏剧的一些动作 这样呢就是没有什么内涵 而且呢 青少年他们不懂 那么觉得好看就去学了 李游福期盼新唐人 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 能促进武术交流 让传统武德的精髓再现 通过新唐人电视台 进行的全球华人武术大赛 都是一个东指 就是一个是继承和发扬 中国的神传文化 真正的把真正的传统武术 找回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 沪东 陈黑魔 李晶晶 刘思寅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